铜与锡这两种金属改变了人类努力的面貌 它们为人类提供了雕像与武器 给人们带来了从未有的美丽与权利 铜是最历史悠久及最多功能的金属之一 它在大自然中以自然铜或采矿石的形式出现 它也存在于太阳 珊瑚以及有壳的动物里 我们身体也需要一些铜来生存 铜是最美丽的金属之一 它那鲜艳的红色曾经被古人看作是最有价值的金属 那个时候 制铜的方法是将铜矿融化后倒入模型里 不过 由于铜的柔软性 它的用途一直有所限制 直到人类发现了锡 锡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 它是在地壳里形成的 已是其中一种可积冷却而结晶的金属 锡曾被古罗马人广泛地使用 它一开始是像陶金一样 从碎石溪流里逃出来的 之后才在生矿里挖掘 在玻璃维亚这里 今天大部分的锡都是被开采出来的 锡在可以使用之前 必须经过引力 磁力及热力的进化 锡有很多用途 而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锡罐头 拿破仑就是第一个认识到 锡可以为它的军队保存食物 但是要一直到锡在高温的 陶瑶中被加进铜里时 这两种金属的使用才真正地迅速扩大 这种新金属的发现 让人类通往新时代的开端 在青铜的时代里 青铜是最坚硬的金属 它改变了战争的面貌 青铜的美丽在于它的坚硬 证明了团结的力量 利用这种特性 人类最终发明了武器 从古埃及到中国 人们都很精通青铜艺术 当欧洲人还在建造石柱群时 中国人已在制造神圣的人工制品了 由于青铜那不会被侵蚀的特性 让这些对象可以留存到现在 铜和锡这两种金属都很难得的 可以互补得那样好 持续得那样久 并对人类的发展 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